男人虚情假意的是个表现,他对你根本就没有真感情。 1. 不愿和你结婚 婚姻意味着责任,很多男人不想结婚,是怕失去自由,承担责任。 但是一个更关键的原因,是他们不是不想结婚,而是不想和你结婚。 心理学家曾说过一个所谓有婚姻恐惧症的男人, 他真正恐惧的不是婚姻,而是与你的婚姻,这种男人根本没有真正喜欢你。 反正也没有找到更好的,那就先骑驴找马吧。 2. 只知道承诺却不付出任何行动,女人天生喜欢听甜言蜜语, 有些男人摸透女人心里,整天说漂亮的情话和海枯石乱的诺言, 满足女人的心里获得她想要的东西,承诺对于男人来说可能就是欲望的手段。 正如张信泽的一首歌《爱就一个字》,我只说一次。 好男人都有一个特征,一个最简单的标准,不要看他说多少,只看他做了多少。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更习惯用行动来向你表达他的感情, 所以要知道男人是否爱你,就看他为你真正做了多少。 3. 对你假心假意的关怀。 有些男人都会演戏,尤其在你生病的时候,正是他开始演戏的时候, 假心假意叮嘱你多喝水,多吃药,却从没见过他主动去药店替你买, 要主动陪你去医院,说得比唱得还好听,一听让他过来, 总是这是那事,其实他就是怕麻烦。 4. 不肯为你花钱。 男人若真心爱一个女人,他会为女人付出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 一个口口声声说爱你,却从不见他为你买什么。 你们一起出去吃饭,有时候甚至还是你付钱。 情人节,你的生日等等,它也是象征性能意思意思。 或者有时候干脆眼皮一搭了,过去就过去了。 你说他小气吧,对自己却很大方,说明男人没有真正爱上你。 或许跟你在一起只是满足他的某种需求,至少你和他的钱相比,还是他的钱比较重要。